是将下列各角 画成以弧度为单位 第一小题 480 好 480呢 我们乘上180分之π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成为弧度 好 那我们这边呢 0和0约分 再来18和48我们用6约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3分之8π 再来第二小题 210度呢 我们用180 分之π来乘上去 0和0约分 再来这边我们用3 好 所以呢 3683721 所以我就是6分之7π 再来第三小题 负390 好 乘上180分之π 0和0约分 好 接着用3来约分 好 所以呢 就可以得到6分之 负13π 再来第四题 112度30分 30分呢 在我们的度的单位当中 60分就是1度 所以它就是112.5度 好 112.5度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换成弧度 我们就乘上180分之π 好 那我们在这边要怎么约分 112.5度 好 那它是22.5的几倍 的5倍 好 那180呢 是22.5的 8倍 好 所以我们也把22.5约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8分之5π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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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